看著整片的花很輕鬆 就覺得很放鬆 然後比較清淨大自然一點 很壯觀 全部都是一片的粉紅色 大草原上櫻花樹下最近吹起一股野餐崩 五彩繽紛的野餐店隨地一鋪 就很慢活 也很嫩活 櫻花樹下野餐很多人都愛上這種 擁栽的氛圍 特別在最近的櫻花季 所以賞銀商機也跟著傾捲而來 粉紅 桃紅 橘紅 各式各樣的野餐餐具 只要是紅色系就格外受到青睞 因為這樣會銀花 氣俗配 粉紅類外出帶出來很輕便 顏色也很鮮豔 然後它導味性又高 所以帶出去的它們的比例還蠻高 他們比較喜歡帶這些東西出去 我們剛好自己有做這個尺寸的糖糊 然後它也是可以拆起來 也可以裝一般的市售的保溫品 直接就可以飛著外出使用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的話 它這邊還有做 它旁邊也可以放飲料管 然後它這裡也是有做旅保溫點的 這邊 還有泡溫泉也能泡出粉紅商機 泡湯間省一再輕易不回來了 在暖和和的池子裡 耳聽蟲鳴鳥笑眼看櫻花盛放 真是多愁享受 苗栗太陽山區現在不只是泡湯路線 還是賞路線 雙線齊發帶來一波又一波的遊客潮 它周遭的那個花啦樹種啊都很多 它是配有泡湯 還有我們可以逛逛 兩個多月的櫻花季讓山林間染紅了 連帶雨仗省一省的氣氛紅